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A0 B加C0 C加A0 它比较这六个数的大小 首先它A0 A0的话 这个C大一年负A A0的话负A它就大一年 大一年 所以C它是大一年 那C大一年的话B加C小一年 所以B它是小的多少 小的负C 两边减C 小的负C 那现在C大一年的话 所以负C它就小一点 也就是B它也是小一点 B也是小一点 好 再来我们看看 它的那个绝对值 它的大小 首先我们看 这个负A它是大一年 这大一年 这也大一年 所以我两边给它取决类值 C的绝对值大一年 都三年 A的绝对值 取决类值 那我两边给它加二号 两边加二号的话 负B大一年C 它这是正的 这也是正的 所以两边取决类值的话 那个正五号的话 没有改变方向 也就是B的绝对值 大于C的绝对值 好 那现在我就得到什么呢 B的绝对值 大于C的绝对值 大于A的绝对值 这个是负的 这是负的 这是正的 所以我们给它排比一下 这个B的绝对值 是负B 负B的话 大于多少呢 C大于0 去绝对值是C 大于多少呢 这个A A的话 去绝对值的话 是负A 这三个数都是正的 三个数是正的 然后呢 这大于多少呢 大于这个 负的 负数的话 拿一个 嗯 就我把这个东西 叫负B 大于C 大于负A 这三个数都是正的 我全部给它加固号 就B 小于负C 小于A 也就是说 那个 这是正的 大于多少 大于A 这是负的 大于负C 大于负B 大于负B 所以六个数 他们的那个大小 是这个关系 负B 大于负C 大于负A 大于负A 大于负C 大于负B 这个就是大于负C 大于负C 大于负C 大于负C